今天上第七课文法 来看到上面的to,so,neither,either的复合句 还有介细词片语 OK 来我们看到第一个 复合句 来画起来 表示说话者自己和对方的意见或是情况相同的时候 复合句的意思是表示说话者自己和对方的意见或是相同情况的时候在用的 那我们来看第一句 肯定句的时候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个是to,一个是so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中文词是也 我们看for example he is a student and I am too 或者是he is a student and so am I 中文词是什么?他是一位学生,我也是 有两种表示方法 前面的句子都是一样,他是学生 那我也是 and I am too 或者是and so am I 那否定呢 也是两种方式表示 一个是not either 一个是neither 来,neither本身是什么 就是什么样子的词 是肯定的词还是否定 否定词,所以呢 它是一个否定的词 所以它在这个句子当中 有neither出现的时候 前面有需要用什么? 有需要not或是no吗? 就不需要了 所以来我们看第一句 he isn't a student and I am not either 你看not either 那另外一个 he isn't a student and neither am I 他不是一位学生 他不是一位学生 我也不是 and I am not either 或者是and neither am I 那我们看第二个 值数句和复合句的动词对应 来第一个to 跟not...either的位置来画起来 放在句尾 并在前面加上do how 那句子怎么样? 不用导装 句子不需要导装 记得哦 是放在句尾 并在前面加上do how 例如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里后面的do how to 还有do how either 有没有再看 然后来我们看 这个复合句的肯定 来这个句型公式 a b动词 一般动词 情态助动词 这是肯定的部分 那否定呢 后面加上not 然后do does it not 圆形 情态助动词后面加上圆形 and b 来 前面a如果是b动词的时候 后面b的动词也要怎么样 也要b动词要前后呼应 那如果前面是一般动词的时候呢 b的回答要用什么 do does it 来这里要号起来 do does it do does it 要记得是用do does it 不是继续用一般动词哦 那如果它前面情态助动词呢 后面也是情态助动词 那否定的呢 一样 ok 只是加多上一个nut而已 那and b 逗号 to 或是逗号 either 那to这一个是什么 句型 肯定的句型 either呢 否定句 那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jeff is a student and his brother is two jeff is a student 这边的动词是什么 b动词 and his brother the other 后面要怎么样 b动词 and his brother go how to 意思是 jeff是一个学生 而他的怎么样 兄弟也是一个学生 wilson likes the english like这里的like是什么 一般动词 所以后面呢 要用什么 do does it 那为什么用does 因为前面的jerry是什么 第三人称很好 第三人称所以用什么 does ok 形态住动词上之前好几堂课之前都有提到过 来形态住动词有哪几个 嗯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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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look 是连缀动词哦 来形态住动词有什么 来行车 还记得吗 还忘记得谁在旁边 有什么 can 你看这边的can can是形态住动词 还有什么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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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ok ok 就是这个助动词跟这个形态住动词的意思不太一样 来接着我们接下看 Andy can swing 他可以怎么样 游泳 and his sister can 前面怎么样 形态住动词 后面也要什么 形态住动词 can 肯定句 那否定的时候呢 来 isn 前面是不是用is 否定呢 用isn a student and his brother 一样isn 后面动画要改成什么 否定的时候用either ok 那doesn't like English and Jerry doesn't either Andy can swing and his sister can't either ok 这两个呢 主要是什么 放在句尾并在前面加上够好 这两个都是怎样 有没有看到 在前面加上够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so跟neither的位置是相同的 放在哪里 来放起来 放在b动词 或者是助动词之前 来 后面注意哦 要怎么样 需要导装 需要导装 什么意思是导装 把b动词提到主词的前面 所以来我们看到 a b动词跟前面一样 b动词呼应 要相互相后呼应 所以前面是什么动词 或是实态 后面也要跟着怎么样 改变 那中间呢 and so 来 so跟neither是要放在哪里 b动词跟助动词前面 所以so是不是放在so在这边嘛 b动词在这里 对不对 助动词也在这边 是不是放在他的什么前面 ok 那neither呢 也是一样 可以吗 那我们直接看句子比较清楚 来 Jeff is a student and so is his brother 这边有没有看到 导装is his brother 原本的剧情是怎样 his brother 主词配上动词 那现在导装 把b动词交到前面来 and so is his brother ok 你们可以 其实也可以记成什么 so跟neither就直接要加在哪里 and的后面 ok 这样比较好记 so跟neither直接放在and的后面 ok now wilson likes english and so does jerry 来导装 does jerry 原本是什么 jerry does andie can swing and so can his sister 这边是肯定的 那否定呢 Jeff isn't a student and neither is his brother wilson doesn't like english and neither does jerry ok andie can swing and neither can his sister 来 下面开始 练习 复合句练习 第一题 you are told i am told 你很高 我很高 所以怎样 都很高 所以你很高 我也怎么样 我也很高 来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you are told a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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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很好 i am i am too 什么动笔啊 i am too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you are told and 什么什么 i 来 你看到i在后面 所以这句是什么 导装嘛 那导装这句是肯定 否定 肯定 所以用什么 so and so am i 非常好 来 第二题 you are not short i am not short i am not short 你不矮 我也不矮 所以怎样 大家都不矮 所以你不矮 我也不矮 you are not short and i 什么 i 否定的 i am 很好 这边用m i am not 什么 怎么变to了呢 to是用在哪里 肯定 那这句是什么 来 前面有没有看到 you are not 否定 所以后面的 要用什么 either 好 那下面 you are not short and 什么爱 导装 neither and neither and neither and neither am i OK 来的第三 he plays tennis poley plays tennis poley plays tennis 两个都打 都打什么球 这是什么球 tennis 排球是什么 排球是 volleyball tennis 是什么 网球 很好 he plays tennis and poley does 很好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play 是什么 这是什么动词 一般动词 所以后面要用什么 主动词 所以 he plays tennis and poley does 那这句是什么 肯定啊 否定 肯定 所以后面用 非常好 用to 那第二个呢 he plays tennis he plays tennis and so so 什么 so does poley 非常好 很好 来第四题 会不会太快 不会 来第四题 he doesn't play basketball basketball是什么 最近很热门的 中华 是中华吗 是直棒吗 来 12强啦 是棒球 basketball是棒球 he doesn't play basketball and poley 否定句哦 所以and poley doesn doesn 好 后面是什么 either 很好 either ok 那第二个呢 he doesn't play basketball 导装 any and neither doespoley 非常好 怎么就一个人在回应我呢 其他人呢 我要听到其他人回答我 来第五题 mary can play the piano piano是什么 他会怎样 mary会怎样 mary会怎样 反装起 你怎么没有一题对的呢 那小提琴怎么讲 很好吧 我令 所以mary can play the piano and bill 也可以嘛 所以呢 bill so can can to 非常好 这边是不是很简单 来 mary can play the pian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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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so can bill ok number six john will live for Taipei linda will live for Taipei 两个都会怎样 离开台北 所以合并 live will live for Taipei and linda 来 这里 用什么 这边是完成式 所以用什么 不是完成式 未来式 很好 linda will 那下面呢 and will live for Taipei and so 很好 so will linda 第七 mary can play the violin bill bill can play the violin 所以mary can play the violin and bill bill bill什么 来徐玉红 bill什么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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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不是一样can't 所以后面呢 也一样不会嘛 不会拉琴 所以can't 否定的时候用什么 either mary can play the violin and 倒装 and neither 注意前面已经neither了 所以老师说过 这已经有否定的意思 所以后面要怎样 是can't 是can't 还是can can 很好 can bill 来 number eight John won't live for new york and linda 男主人黄也是你的 won't 很好 and linda and won't either 一样是否定的 either John only for new york and 来导装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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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什么 want的肯定是什么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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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是Joe you have studied man for an hour 来认真一点哦 he has studied man for an hour you have studied man for an hour you have studied man for an hour 来这里是什么时态 我们学过什么时态 完成式 最后面要怎么样 完成式 and he he has 然后 to 因为这是什么 肯定 you have studied man for an hour and 脑装 so has he you haven't studied english for an hour he hasn't studied english for an hour 所以这个是什么 否定句 so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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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n't he hasn't he hasn't either 那导装呢 and neither he hasn't he hasn't he hasn't either 来 到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